厚厚云层透出冬日暖阳 水气减少 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厚 天气 北天高温有20度 不过越晚气温越下滑 出业后 今年首波冷气团报道 低温下探13度 温度最强的时间点 会是在明天的晚上 到后天清晨这段时间 低温就有可能下探 北台湾就中部一北 就会下探到13 14度 下一波大陆冷气团 预计会是在礼拜五的时候 再度南下 然后影响到我们台湾地区 冷空气接踵而至强度增强 礼拜二礼拜三地温下探13度 礼拜四短暂回升 北部21到22度 其他地区有24到28度 但周五另一波冷气团接力 周末再度下探13到14度低温 最新欧洲中期预报中心模式模拟 目前北半球高纬度 因长坡辐射降温 积聚冷空气偏向亚洲一带 发展成冷气团 随着高空气流南下 未来三波的周期都会影响三到四天 第一波的水气是稍微比较少一点 不过在礼拜四冷气团减弱的时候 水气是稍微比较多一点 首铺冷气团水气少 但周四起水气移入 迎封面的北部东半部 整周降雨几率较高 中南部天气稳定不易下雨 但日夜温差大 周末湿冷 玉山和欢山都有机会降雪 提醒民众做好玉寒准备 最后多你这里一天 SNG小组态度报道 中南部天气团准备